名人读小说《政学师》 在亚米蒂斯学院中 政学师拿着分笔 就可以创造出具有防御性 以及攻击力的政学 然而有一天 学院中竟发生 政学学生接二连三的失踪案件 艺人王乐眼、黄敬伦、张希恩 都读了这本小说 我很少看到书里面有 就是介绍这么仔细 就是它有各式各样的政学线 然后就是图样都解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觉得作者非常有创意的 就是除了圆圈啊 然后波浪形啊 然后还创造出一种分笔机 就是你可以画各式各样的动物 作者很会想 所以他想了一个东西 后来把它画出来 还是跟你解释什么 等于他自己发明了一套东西 某种方面想要 他也算是发明家 把一些比较不可的东西发明出来 像是一个政学纸 我就比较惊讶的想法 他想到这个模式 然后他还会想振兴什么什么什么 他什么课 根本就是在创造一份游戏这样 蛮有想象力的这个作者 就是他可以利用一支粉笔 当他画出这么多的图案 就可以建构出这么厚的一本书 然后里面很奇幻 很写心 但是也有很正面的部分 让我觉得 非常的想要期待他的第二部出现 就是有一幕让我很感动 是到最后 就是梅乐蒂准备上场去比赛 然后他刚好又很随意的 冲到中间的位置 然后一定垂头上去 就是准备让大家看笑话 然后那个乔因突然就是走进去跟他一起 然后你知道就男生很 很内在那种说 我拿蓝色粉笔画 然后你就找到我的画 然后一想到那一幕 我就说哇 好帅哦 其实乔因我还蛮欣赏他这个人 因为他是一个很大胆的人 对他可以为了自己的 想要当政治学师 一步一步的迈进 还有自己的一个规划 计划这样子 甚至还可以挡掉他的学业 这是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 不敢做的事情 蛮欣赏起来 他很大胆 他为了自己的 自己想做的事情 梦想要一步一步的规划 甚至是可以限制于这样的方法 他们一起去办案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很刺激的东西 让他自己卷入了 攸关生死的这件案件当中 后面的部分 然后 让我觉得非常刺激 然后一直不断的想要再翻下去 还有一些粉笔精的东西 然后他会爬满全身 然后吃掉人的骨头 然后写新的地方 我也觉得还蛮兴奋的 作者 伯兰登·三德森 15岁时读了奇幻大师 罗伯特·乔丹的经典剧作 《时光之轮》一 《世界之眼》 《世界之眼》 《燕丽之写作》 首部长篇小说 《诸神之城》 《宜然翠》一出版就获得 《浪漫时代》 《奇幻史诗》大奖 《武国奖》 《正学师》是作者的首部YA小说 想知道一支粉笔如何创造出魔法 快去买小说回来看吧 风天问台北报道